念解如來真十一 各位記事大家在那邊抽所 您看課本 304頁 到六度裡面的不濕度 看到倒數304頁倒數第五行 復師這件事在 國教裡面尤其是大聖佛法裡面算是比較重視 那也是北傳國教居士裡面比較常做的一件事 當然南傳也重布施 他說凡 我們看到倒數第五行 講到這裡 那他受理說到 凡是不知道積聚的過失 布施的功德 在布施時沒有捨不得的心情 或有心理不樂意 特別是比較重大的布施 好 那麼如果我們實際上去選過布施 那麼我們會知道 那麼偶爾的布施 或是比較對我們不關痛癢的布施 或是把我們多餘的捨出去的布施 那麼這個都比較容易 比較難的就是 那麼一直持續的 比較重大的 比較難以割捨的布施 那麼這個是比較難的 他說 菩薩卻是一聽聞到求失的人來 要求什麼 心裡就歡喜得不得了 這種歡喜不要說 勝過世間的第三殘忍 也勝過了二乘 勝者正德的極滅忍 可說是無上的歡喜 那這個必須就是你的苦情心 大悲心真的發起來才有可能這樣 要不然就是你那一種熱 它不是一種激情 不是一種偶然的激動 不是 它就是你對於一種道理 對於想要利益眾生的 這樣的一個心願 能夠完成 那麼這對這個道理非常的清楚 能夠依這個布施 能夠成就你的佛 成佛的這種道願 所以他因之而得到歡喜 他說因為菩薩覺得功德送上門來了 那大部分的人我們是這樣的 人就來求求我們 很少會這麼想 我們會想說 不管因為什麼事來求你幫忙 來求你怎麼樣給予 那麼我們通常會看狀況 那這個看狀況當然也是需要看狀況 我們常常講菩薩也不是爛慈悲 但是我們也常常會用不要亂慈悲這一句話 那麼讓我們在布施上 那麼分別心就比較多 但是菩薩當然布施也要有智慧 就後面會講 就什麼不應該的 但是這種抉擇的標準在哪裡 基本上什麼叫做爛 什麼叫做不爛 那後面稍微有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真的有心要布施 要利益眾生 那麼人家求上門來了 比你自己去找需要的人更好 那有這種心 你要去找想要幫助的人 你還找不到 現在要幫助的人自己來找你 讓你修這個福報 那麼有時候看起來好像 我是要幫助他 那麼幫助他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如果你從行菩薩道這個觀念說起來 他幫助了 你幫助他度過生命這一段時間的一個難關 但是他幫助了你跨越了行菩薩道要成佛 跨越不過去的那一個 就是他幫你累積了菩薩道的資料 你只是幫助他一生中的一個短一點的幫忙而已 所以他會覺得因為菩薩道他重在大悲心 菩提心裡大悲心為根本 那大悲最重要的就是沒有條件的 沒有限制的要利益眾生 菩提心裡是這樣 那這個其實老實說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他要每次的訓練 每次的訓練 而且要不斷的擴大 不斷的擴大 一開始你說要無所簡直的利益眾生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利益眾生都是有所簡直 那當然這個一般人來說 就是說他簡直的標準在哪裡 就是對我有沒有利益 但是菩薩道他最重要的就是 我這樣幫助他對他有沒有利益 那不管他的種性 不管他的性別 不管他的年齡 也不管他是什麼當 那也不管他對我好不好都不管 我只管我這樣做 對他好不好 那麼這種心其實不容易養成 因為我們大部分還是會考慮到很多方面 特別是會考慮到對我好不好 但是菩薩要布施的時候 唯一要考慮的是就是對他好不好 那對我好不好這個是沒有什麼特別要考慮的 那是因為要對他好不好 那這樣大悲心就漸漸漸漸漸擴大了 就有一點像我們要買東西給父母吃 那麼我們最大的考慮也是 這個吃了對父母好不好 如果你有子女 你非常愛你的子女 希望他好 你要買東西給他吃 你要為他做什麼事 你首先要考慮的也是我這樣做對他好不好 你不會考慮說我這樣做對我好不好 不是 你唯一要考慮的就是我這樣做對他好不好 那麼也是這種心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沒有功德送上門來 沒有祈求的 那麼祈求我給予的 那麼我就不能圓成 圓滿成就 我布施的功德 那你不能圓滿成就布施的功德 你在菩薩道上你就不能增上 那菩薩道不能增上 你當然就不能成佛 不能成佛 你就不能廣大的利益眾生 解脫是可以 但是成佛你就有障礙了 那你就算你成佛 你也是為了要更有能力的來利益眾生 所以由於來人的祈求 由於這個人來祈求我 那麼才會使自己的功德增長 看起來你幫助了他 實際上他也幫助了你 那麼你看起來你損失了什麼 他得到了什麼 實際上你當你讓他得到什麼的時候 你自己得到的比他更多 比如說你送一個饅頭給一個沒有飯吃的人吃 送一個便當給一個沒有飯吃的人吃 送一個藥給那個生病的人吃喝 好 你看起來是你損失了錢 損失了藥 損失了時間 那麼他得到了藥 得到了健康 但是實際上你給他想起來 你損失的 你並沒有損失什麼 因為假設舉個例來講 你因為不只給他這個藥 從因果上來講 從現象上來講 你得到了快樂 那麼你得到了快樂 第一個你會得到因為我幫助了他 那麼我會覺得我 因為助人他本身就有一種快樂的這種感覺 當然這個要你真心的 你不真心你就不一定會快樂了 他來給你藥 你不給他他就不走 賴就不走 你很煩給你給你 趕快走趕快走 那這種你就不會快樂 那你是想要幫助他讓他得快樂的 那麼這個科學家也有研究 當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 是真心啊 善心要幫助別人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大腦會分泌一種物質 他叫做安多芬 那麼這種安多芬就叫做快樂的荷爾文 就會讓我們產生一種滿足的 快放鬆的自在的這種感覺 那也會另外會散發一種類似像摧殘素的那一種物質 會讓我們減輕壓力 會讓我們緩解疼痛 他基本上從現象看 你還是獲得利益的 那麼從因果上看 你給了他這個東西 那麼你未來在這一方面你就沒有匱乏 所以布施你會有福報 那你會富貴 你不會有貧窮需要人家布施的這種情況 那就算你的業不好需要人家布施 也會有人要布施給你 就像你幫人家解決問題 你最大的福報就是你以後不會遇到這種問題 比如說你幫人家解決疾病的問題 你以後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遇到疾病的問題 那麼就算你的業會讓你遇到疾病的問題 你也很容易找到藥 有人布施給你藥 你很容易就有這個因緣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一直在幫人家解決問題 那麼解決他生活上的缺不圓滿 解決他生命上的不圓滿 你在哪裡讓人家的缺陷變成圓滿 你未來就在哪裡得到圓滿 沒有缺陷 比如說我們講殺生狠 你在讓人家的身體或是生命 有缺陷的時候你讓他得到圓滿 比如說生病的時候你給他藥讓他病好 他要沒命的時候你救他讓他的命延續 那你的果敗就是什麼 健康跟長壽 你不容易生病 生了病容易好 你不會短命 就算遇到危險也會化險為已 那麼這個是看起來 看起來你是給予的 但實際上 但這個都要從真心上來講 你真心這樣做 實際上你獲得的比你給予的更多 遠遠超過你給他的 你只是給了一個藥就救了他的命而已 你上次的頂多 比如說一千塊兩千塊你買一個藥 但是或是說你幫助這個人 讓他度過這個難關 他本來想自殺後來不自殺 那你這樣來看 你不只救了他的命 你有不思 你不只給予他錢 你還給了他命 那麼這個得到的 你後來未來的果報得到的 不只是這個人內心感激你 他未來遇見你的時候 他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喜歡你 因為你跟他有一個遠在 有一個善遠在 那麼就算未來下一輩子 大家彼此都不認識 那個夜緣會讓你們在一起 而且那一種過去的夜緣 會讓這個曾經受過你幫助的人 看到你有一種親切感 那麼遇到你困難的時候 他會想要幫助你 那麼就算你沒有困難的時候 他會非常喜歡你 現實上我們也有這種人 有些人看到某些人就莫名其妙討厭 有些人看到某些人就莫名其妙喜歡 有些人為這個人做牛做麻 他甘願甘之如矣 那就是喜歡為他做 那這種就是什麼 一般我們來講就叫做報恩的 來報恩的 感恩的來報恩的 好 所以你做的其實你未來其實得了更多 那這個只是還是 還不是那麼大 如果從成就菩薩道來講 成就這個道業來講 看起來是你給他 實際上也因為你 也因為他這樣你可以給他 那麼你菩薩道就漸漸的圓滿 最重要是圓滿自己的菩薩道 菩提願 所以這個說由於來人的祈求 才使自己的功德增長 那這個跟我們一般的觀念說 好 那我們的才能 我們的才能如果久沒有用 譬如說我們的手 這隻手如果你不用 久了久了它就萎縮了 腳如果你沒有用 久了久了就萎縮了 就沒有用了 眼睛如果你沒有常常用 久了久了也看不見了 那個真海的眼睛都沒有在用 後來眼睛就沒有用了 就不需要了嘛 這淘汰掉了 那我們的才能身體知識技能 這裡講到 如果你沒有常常在使用 而且是做好的方面的使用 那麼第一個它也不會增長 那麼慢慢慢慢它就會什麼 見見見見就沒有了 所以你越聰明 你雖然有知識有才能 但是你不願意把你的知識才能 拿來利益別人 你只是要利益自己 久了久了你這一些 你這一些就慢慢會萎縮 慢慢會萎縮 那因為你拿來利益別人 給的人越多 第一個大家 你照善業就越多 你這個能力就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這個就是它善性的循環 那麼如果沒有 那就變成惡性的循環 所以它說你沒有好好的使用 一旦損失死完了 那就很可惜 那如果你 你用在不好的地方 那這一些後來 你的才能 你的知識 你的身體 你的財物 那麼反而是讓你受苦的因緣 那你會因為它受苦 就是有些人會運用它的 它的這個知識啊 技能啊 來傷害別人 那麼就像身體越強壯的人 如果他把他的身體強壯 來欺負別人 那麼慢慢慢慢 他以後就會體落多病 那麼如果用他的身體強壯 來幫助別人 那麼他的身體會越來越強壯 然後越來越強壯 用他的 用他的知識 來幫助眾生 那麼他的知識 他會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聰明 那麼用他的知識來傷害眾生 那麼他慢慢慢慢就會 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這種知識雖然還在用 但是在用到不好的地方去 它有副作用 有後遺症 有不好的影響 其實一樣的道理 他說有人來祈求 使自己的無常物能投入波羅密多大海 成為陳佛的資料 最重要的是陳佛的資料 無窮無盡 這真是世間第一種好事 講是這樣講 我們真要體會這個道理 其實你沒有從一般的布施 這樣慢慢慢慢修起來 其實不容易體會 我們第一個是有限有量 而且我們是 一般我們講就是要 我們減責的比較多 舉個例來講 剛才我們講 看在對他有利益沒利益 而不是看在對我們有利益沒利益 那我們比如說 舉個例來講 像我要布施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到這樣 沒辦法 但是我們學習 學佛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 一開始就像佛這樣 也不要想像佛這樣 像菩薩這樣 菩薩也問好幾個等級 比如說像這裡講的 比如說你比較高等的補償 他就越能捨 那捨其實不是重點 捨重點不在捨禪 而在捨我 捨這個我值 我見我愛 重點在這裡 有透過你這個沒有分別的 那麼捨於一切重生 漸漸把你那個對我的直取 漸漸漸漸你就不直取 因為你都 凡是你不考量自己 是考量重生 那麼凡是你考量自己 你越為自己 那麼其實那個我值 我愛就越重 那麼漸漸就跟菩薩道違背 但是你不為自己 就變成大家都為你 真的就會這樣 那麼你只為自己 就變成大家都不為你 那你為自己也沒有比較好 但是我一開始不太容易做到 都不為自己 那是不可能的 一開始沒辦法 即使到現在我也沒辦法 都不為自己 那是沒辦法 但是為自己 你可以把它提高 就是我為了我自己 能夠成就道願 那當然也是為自己 但是你必須要漸漸 這種其實要擴大 所以你要 比如說我們要慈悲眾生 它也是要慢慢修 不是說一下子 所有的眾生 我都可以看待一切眾生 像我的父母子女 明明就不是啊 明明一切眾生 就不是我的父母子女 我的父母有扶養過我 我應該報恩啊 你又沒有扶養過我 我幹嘛要對待你上 對待我的父母一樣 對不對 那我的子女 以後可能會扶養我 你以後也不可能扶養我 我幹嘛要對待你上 我的子女一樣 那一般我們沒有辦法 做到這個樣子 但是就是慢慢訓練 就是先訓練 一開始訓練你周遭的人 我們沒有辦法一開始就 一下一切眾生 法界一切眾生 所有眾生 我都希望他怎樣怎樣 一開始做不到 實際上念一念而已 也實際上沒辦法做到 但是我們訓練到說 在我們周遭的人 那麼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父母嗎 兄弟姐妹嗎 同事嗎 同學嗎 同修嗎 反正就是這些 那麼這些人 在我周遭的 我可以影響他 他可以影響我的這些人 那有些人也彼此沒有影響 我可以影響他 在我周遭這些人 我盡量 不管他對我好跟不好 那但是這個一開始還做不到 對我好的我盡量對他好 對我不好的我沒有辦法對他好 但我也盡量不對他不好 反正就是這樣先做到這樣 你曾經罵我的 常常罵我的 常常嫌棄我的 要我對你好實在 我也沒有辦法 不知道怎麼樣對你好 我也不甘願 老實講 但是我至少不像你對我不好這樣 我對你不好 先做到這樣 那麼對我好的 對我好三分的 我對他好五分 類似像這樣 我加倍還你 但是對我不好的 你不可以加倍還他 你不行 那這樣你就沒辦法 這樣你就愛證分明 這樣你就會毀壞普早道 對我不好的 我沒有辦法 以律平等的 像對我好的那樣對待他 那一般要做到這樣 原輕平等 老實講 那個不是很容易 那但是第一點先做到 對我好的我一定對你好 你對 而且比你對我好 我還要更好 對你更好 那先做到這樣 那麼對我不好的 至少我不會像你對我不好這樣 也對你不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像對我好那樣 我對他那麼好 要對你這麼好 那麼這個一開始做不到 但是漸漸漸漸 你慢慢擴大 慢慢擴大 等到你有辦法對你好的人 你都對他那麼好 慢慢慢慢 你那個慈心 你那個好的心 就越來越廣 越來越大 那麼周遭的人會慢慢 很多人喜歡你 那麼你會多數的人 你都願意為他好 對他好 幫助他 在他 怎麼叫做為他好呢 在他有困難的時候幫助他 在他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他 你有一些什麼好的事情 你都很想跟他分享 告訴他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 那怎麼樣可以好 你都很想告訴 告訴這些人 什麼比如說 哪裡有好吃的 哪裡有好康的 哪裡有有 有些什麼好的 那麼你覺得他擁有這個 會比較好 那麼你就會很熱意的來告訴他 這樣慢慢擴大 你的大部分的時間 大部分的心都是好的 都是希望帶給別人好的 那麼漸漸漸漸 那一些不好的人 你也開始 可以 因為你的力量越來越強 你的善心 你的善根 就無貪無稱無恥 你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慢慢慢慢 你的善緣也擴大 你的善緣也會擴大 那麼漸漸漸漸 你那種冤親平衡的觀念 就開始出來了 就開始出來了 那麼就 菩薩道你在布施上面 你就開始會 先第一步 像我們講過 慈欽也是這樣 先幫助 希望 跟你 與你有恩的人 從父母開始 特別是母親 從這樣開始 那麼擴大 幫助他離苦 讓他得樂 然後 再跟你有姻緣的人 然後 但是 就是 沒有那麼深 沒有那麼好 但是你也希望他好 然後再 有苦的人 你希望他離苦 然後再跟你有仇的人 就漸漸擴大 漸漸擴大 那你不要一開始 就針對有仇的 你要約軍兵的 做不然 做不到 你會退轉 所以 一般就是從我們周遭的 開始擴大 開始擴大 開始布施 布施 布施很多種 不只是財物 吃的用的 不只是這樣 你的知識 你的技能 就好像一個人 一個人 很痛苦的時候 比如說他的家族 他的親人往生了 他很痛苦 你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你拿錢給他也沒有用 你拿吃的東西給他也沒有用 你買衣服給他也沒有用 你唯一的就是 在旁邊陪伴他 讓他知道 由你陪伴他 那他就會感到 感到有一種力量 在我最辛苦的時候 雖然你都沒有講一句話 雖然你都沒有給我任何東西 但是你就是給我一種安慰 給我一種力量 那麼他也會感受得到 像我們也是這樣 所以他不一定 布施不一定是一種 就是有實質上的給予 有時候沒有 有時候他 看起來你給他任何東西 但是你給他的非常大 就是他在困難的時候 你就默默在旁邊幫助他 就陪伴他 讓他不感到害怕 那麼這個也是一種 所以他說 身體知識技能 如不能好好使用 那你擁有的東西也是沒有 也是沒有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會這樣講 我學習那麼辛苦 結果你來跟我學 你還這樣 以後我都不教了 那你不教 就算你不教 你擁有的東西就是要沒有 他甘願 但是以後 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你以後 你以後 那麼你在學習這些事上 就會有困難有障礙 很簡單 像周立盤頭節 周立盤頭節 以前是三藏法師 通達三藏 但是他因為他覺得 第一個 來跟他求法的人不虔誠 不恭敬 或是他覺得 他不夠資格或怎麼樣 所以他後來都不說法 那因為這樣 後來他就有障礙 那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讓別人不能獲得 你自己以後再獲得這件事上 就會有障礙 你讓別人痛苦 以後你在這件事實上 就會有痛苦 你讓別人常常生病 以後你就常常會生病 像很多做食品的 他假設我們就看 現在社會也很多 做食品的 那麼人家吃進去 那麼你只顧著賺錢 那你顧著賺錢 你也不管人家吃得好不好 反正我有賺錢 反正就不是我吃的 好 那如果你的食品賣得好 影響很多人 大家要吃了你的東西都生病 那麼你未來的果包就是什麼 你常常生病 而且疫不好 而且疫不好 那這個就很麻煩了 但是如果你比如說 你賣的藥 醫了很多人的病 那又很便宜 然後主要你是要醫了人家的病 我們就良心的 那麼你以後就很少會生病 就算生了病了 很容易人家給你的藥 然後就吃好了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因果的關係 其實包括布施也是這樣 布施可以布施很多種的 所以我們講財師 法師 五位師 好 那所以你這樣想 這樣想 我擁有的 如果我不拿來利益眾生 那我擁有這些做什麼 就簡單來講 舉個例來講 你賺錢 賺了那麼多錢 第一個當然幫助你自己 第二個幫助你的家人 第三個幫助你的親戚朋友 第四個幫助需要的人 那些窮人困人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你那麼多 那麼結果你都存起來沒有用 你死了那些還不是別人的 也不是你的 那些錢你也帶不走 你也用不到 也是別人在用 那你下輩子還會這麼多錢嗎 不會 那你也沒有用到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有人來祈求 使自己的無償物 能投入波羅蜜多大海 那麼一般來講 這些不管我們的身體 那麼這一些 包括我們有擁有的 這些都是五家共有 不是你一個人的 你看那個皇帝 從漢朝的皇帝一直收集收集 人家進貢的 他去收集來的 每一次皇帝換一個朝代 他就接收錢朝的 從秦朝 漢朝 然後一直到清朝 那個累積有多少呢 那一個紫禁城裡面 那個故宮裡面累積多少呢 結果八國年輕來 搬了幾天幾夜 這邊搬到那邊搬 雖然這樣搬還是搬了很多 然後國民黨都搬一些 在中國大陸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但是也都為沒有了 也都沒有了 那麼當時還是有一些 但是這些都是 都是到處分的 那就是說 但是如果你拿來利益眾生 那就不一樣了 就是說不管你到哪裡 你不思眾生的這種功德會跟著你 你的福報 你的業報會一直跟著你 沒有 這個是你自己一家共有 自己一家獨有的 那你現在所擁有的 都是五家共有的 就是什麼時候要不見了不知道 什麼時候要少了不知道 就不一定 所以你能夠利用你所擁有的 來讓你更真善 那你真善就是讓別人 你擁有的東西 讓別人都可以離苦得樂 那麼這個就是好好的使用 那麼你都成為你菩薩道的資料 這個就是成佛的資料 無窮無盡 第一等老師 所以菩薩聞思心 聽到布施心裡面就歡喜 能夠體驗到為善罪樂的境界 那一般我們講 一個就是為善罪樂 一個就是知足常樂 那為善罪樂其實是 它的典故是 這個漢明帝的時候 都漢明帝 那麼 漢明帝是這個 問 問他的這個兒子 他問 問這個劉昌 這個劉昌問 應該也是他的兒子的樣子 那他在家裡面做什麼最快樂 他說我做善是最快樂 行善 為善罪樂 後來就為善罪樂 變成一個成語 那一般我們還有另外一句話 叫做知足常樂 那知足常樂 就是說我們快樂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幫助別人 我們才感到快樂 這個科學是有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他會分泌那個 叫做安多芬跟摧產素 會讓我們感到滿足 幸福 會有幸福感 就是當我們的存在 讓別人幸福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種幸福感 就好像說一般人覺得幸福是哪裡 比如說 比如說男人 他會覺得他照顧這個家庭 他的妻子 他的兒女需要他 他覺得很幸福 然後女人 太太覺得 他的先生需要他 他的兒子需要他 他在這個社會有價值 他在這個家庭有價值 別人需要他 那麼他就會感到幸福 這種幸福感會有 要不然你擁有很多錢 擁有很多 擁有很多權勢 可是沒有人需要你 你就會覺得 你的價值 你的價值 並不是你擁有多少 而是你能給予多少 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也感到這樣 我們在這個世界 很多人都需要 我們就會覺得 我們可以帶給很多人幸福 那麼我們那個是最幸福的 我們可以帶給很多人幸福 那個是最幸福的 那麼如果我們帶給很多人痛苦 那麼我們自己本身也會很痛苦 所以一般人 比如說你的價值就是因為 你能夠帶給別人幸福 那麼你越多人因你而幸福 你就越幸福 其實是這樣 現況是這樣 那麼未來也是這樣 所以當你布施到一個層次的時候 你升天了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你在人間的話 沒有那麼強 程度沒有那麼強的話 就是也是這樣 就是說你很容易獲得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 你想要什麼你就很容易獲得 那到了更高一個層次 在天上的時候 你想就有 想就有 那更高的一個層次 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這一些 你就會 你就 你不需要這一些來給你幸福 你本身就是 法使充滿的 好 那這個是為善罪的 那我一般我來講一個知足常樂 那個是 那個是眼尾 一單死一瞟眼 居肉像 人不堪其憂 回不改其樂 他不以擁有很多為快樂 他內心 那麼修這個道 他對這個世間的欲望追求不多 一般我們就是擁有很多 然後我給你很多很快樂 但是他不需要這麼多 他有這一點點能夠修到 他自己都很快樂 他覺得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好 所以就知足常樂 好 現在底下來看 就是說 或有不應施 至他己所為 好 那麼菩薩到底是 如果人家來要就要給嗎 別人有需要就一定要給嗎 是不是這樣 那這樣有沒有比較爛慈悲 好 那這裡再講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在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122頁 因為布施的時候 五聖共法也有一個講布施的 他這裡也有講 122頁這裡 他這個是五聖共法的布施 跟大聖共法的布施不太一樣 不過他這裡也有講到幾點的 叫做如法跟不如法的 什麼是應該施 什麼是不應該施的 他講到不應該的 這個不如法的 那麼有七種 隨志施 布施 求報施 習先施 習天施 耀明施 那麼就有這七種 那這七種是 那麼 雖然也布施 但 並不是很適當的布施 這七種 好 那這上次我們沒講過 再翻回來 翻到305頁 那這裡 這裡除了前面五聖共法的七種 不應施 不如法施這樣 那麼他這裡講 是從不應該施的 從三種 三個原則來講 那五聖共法裡面有從七類的 不如法施 不應施的來講 那這裡從 因為他說講也講不完 所以依三大類來說 好 我們來看 菩薩是應該一切施的 施一切物 施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人 照理講應該要這樣 就是對一切的人都布施 應該說一切眾生 也不是一切人 對一切的眾生都能布施 那能夠布施你所有的一切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都一切施 然在事實上 照理講是這樣 但事實上有不應該布施的 因為從菩薩道來講 基本上就是他有一個原則 就是利他的原則 對他有沒有利益 然後再來就是自利的原則 就是說我這樣布施 對我行菩薩道 對我未來要成果這件事 有沒有不好的影響 對我所布施的人 有沒有好的影響 基本上是考量 主要是考量這兩個 但他從三方面去說 好 我們來看 他說布施是為了於他有利 就利他的思想 於自己的道業有益 這一個是原則 所以我們常常會遇到有些人說 師父 那我看見路上有一個乞丐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我要不要給他 我看見路上有一個法師在脫波 但是他看起來好像假的 我也不要給他 我給了他 會不會助長他的惡業 因為他是假冒的 那你給他越多 他假冒的就越久 他獲得的利益就越大 我會不會助長他的貪心 我會不會 那我到底要不要布施 很多人會很困擾 就是說 我給了他 那個人很喜歡喝酒 我知道常常因為喝酒 那我給了他 那他會不會拿去喝酒 那他會吸毒 那我給了他 他會不會拿去吸毒 那我不是愛了他嗎 那有一些就是 你給他之後 他常常給你要 那我一直給他 他好像應該的 那我會不會助長他的貪心 所以我們在布施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種 我們不知道要不要布施 不該不該給他 那要不要給他 那麼有時候會這樣 那現在告訴你 好 你就遵守這個原則就好 那麼你自己看該不該 可不可以 好 所以他就是 但是他說這兩個 於他有利 利他的原則 第二個就是修道的 就是你的道業有益 如果雖然對他有利 但對我的修道 就是說我修道也是為了利益眾生的 但是為了利他 當助他 卻對我的修道 有很深遠不好的影響 就是因小失大 那也不需要 就好像說 一隻狗 餓了沒得吃 那你砍了一個大腿給他吃 那隻狗是吃一餐飽而已 可是你從此以後不良於血 你不能夠幫助更多人 你不能夠再幫助更多人 那就是因小失大 你為了幫助他一個人 你沒有辦法幫助更多人 那要看是什麼 那這只是一餐而已 你不用砍一條腿給他 你去想辦法找吃的給他就好了 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的思考要依以這個原則 即使自己的道義也是為了利益 因為你成佛就是為了利益他 但是不要因小失大 所以如違反了這一個原則 那就不應該失給他 因為不失 徒徵致他的煩惱與罪惡 就是說你不失給他 只是增長他的煩惱 只是讓他去造業 那這個就不需要 那麼不應該失的具體事實 真是說不完 真的要講其實講不完 那現在從重點上三方面來說 一個因為他說自他己所為 這三件事自他所為 那麼字來講就是菩薩 是應該不惜生命財物來布施的 就是說一般我們講一切之就是 失一切 一切物即一切人 一切所有即一切人 一切眾生不是一切人 是一切眾生 他說應該不惜生命財物來布施的 但這要漸漸修學 所以我們一開始布施也是漸漸修學 我們說從我們周遭的人 與我們有恩的人開始 這個我們很願意 包括我們的父母 我們很願意 布施給他 給他錢給他吃的 要叫我們去做什麼事 我們去做什麼事 然後讓他只要他歡喜 我們願意為他做 但是就漸漸要擴大 你不能只是在你跟你有關的人 然後漸漸到跟你無關的人 那漸漸曾經傷害過你的人 就這樣 你不要一開始就 你要突破 那結果反而沒辦法 所以漸漸過大 讓你的善心越來越強 善心越來越多 善源越來越多 就這樣 那麼慢慢慢慢 他就會自然而然 所以他說要漸漸修學 忍力強 悲心生 不帶一分勉強來的 就是你要歡喜心 那剛開始也偶爾有一些不歡喜 但不要很勉強 其實稍微要帶一點勉強 一開始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能夠都不帶勉強 那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你不要非常 因為太勉強 他一定做不久 勉強的都做不久 你做三次你就不要做 或做不久你就不要做 而且會反彈 但是你都不勉強 那你基本上也不太會做 老實講 我就不喜歡他 所以你叫我利益他 我不要勉強 所以我就都不要做 你從來不會想過利益他 那什麼時候會呢 下輩子再說吧 就變成這樣 那這樣也不行 那一開始要帶稍微一點點 那不要太勉強 再勉強做不久 那媽媽媽這個如理思維 稍微一點勉強 覺得覺得 死則勉強中則太難 稍微就有一點這樣 但是你先 你不能 你就是你要先做 你歡喜做的 然後不歡喜做的 先做一點點 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這個人你不願意幫助他的 但是也稍微勉強一下 好了不然我就幫助你了 然後但是你不能 因為你在他身上會起煩惱 那所以 但是他這裡講 就是說你要能夠不太一分勉強 那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一般人也不容易做到 他說 否則會障礙休息 如果你太勉強 基本上你都很難休息 就好像比如說我們在試驗 那試驗要為試驗做事 那麼有很多人其實就是 他是勉強的 但是如果你歡喜心做 你歡喜心做跟勉強做 有什麼差別 是不是因為你在這裡住 沒有辦法 就要頂職事要工作 你就有一份職事你就做 做完了我就做了 那麼你也不願意多做 但是如果你不是歡喜做的 就是我們在做 那個人為什麼可以不用做 你開始就憑你不高興了 為什麼他也吃在這裡吃在這裡吃 我也是在這裡吃 我又沒有吃得比他多 為什麼他就可以不用做 我就要做 所以你就好像說 你做是做給試驗的 不是做你自己的 因為你是在付出 你在布施 我透過我的勞動 透過我為試驗做事 讓這個試驗更好 讓住在這個試驗的人 包括我自己 有更好的環境來修行 你是一種布施的心態 是一種利他的心態 但是如果你是自利的心態 那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住在這個試驗 我就要做事 我不做事 要被人家講話 所以我就勉強 但是勉強去 你看到人家不做 你心裡面我也不要做 因為他可以不要做 我也不要做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你心裡面就會起煩惱 起煩惱就做不久了 所以這種就是說 你真的是發心做的 他不做沒關係 因為個人 你不會說 為什麼你都不吃飯 那我也不要吃飯 你不會這樣講 為什麼 吃飯是你自己飽啊 對不對 你不會說 那麼好吃的東西 你為什麼都不吃 那我也不要吃啊 那麼營養的東西 為什麼你都不吃 你都要吃那個不營養的 好啊 那我也要像你這樣 來 沒有人這樣的嘛 你不吃 你不吃剛好我吃 因為這個營養 這個好吃啊 你不要吃那麼多 那我剛好吃多一點啊 因為這對我有利益啊 好 那不吃這件事也是這樣啊 那麼你 別人不要做 剛好你做啊 剛好你做 比如說 最常見的就是父母生病 那父母生病 這件事是很常見的 因為父母生病 那麼假設你家裡面只有你一個人 那你說什麼 你會勉強 把他承擔起來 問題是 你如果有兄弟姊妹 好 這件事情就困難了 為什麼哥哥都不照顧 為什麼姐姐都不出錢 為什麼都是我 那你就會勉強 那勉強做起來會帶哀怨 會不甘願 那也做不久 就是做久了也會什麼啊 也會帶傷 因為常常起翻 一面做又沒辦法 又捨不掉 可是又不甘願 所以這樣做 做久了就會痛苦 做久了痛苦 然後一面做一面埋怨 這個是最常見的 但是如果把它當作是好 父母是福田 照顧病人都是福田 何況是照顧父母的這個病人 它是更大的福田 好 那麼我盡我的能力 這個是我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是怎樣 父母老了 生病了 兄弟姊妹 嫁得嫁許就是 各有家庭了嗎 那誰都不願意 因為誰都是要照顧現在的子女嗎 不願意照顧老病的父母嗎 因為又要請假 又要出錢 又要出力 而且吃力還不好好 你照顧的人照顧不好的 沒照顧的人就來指責你 為什麼照顧不好 通常都是這樣 我看過太多了 然後他就開始怨恨 就開始慢慢慢慢 這種看起來像是在布施 而且是在報恩的 然後慢慢慢慢就起了很多煩惱 那麼這個勉強而做不久 做不久 就算你做久了 那麼做越久傷得越重 煩惱越重 怨恨越深 真的 那怎麼辦呢 這個其實就像布施一樣 你那個沒關係的人 痛苦的人 你都想幫他離苦 這個與你有恩的人 那麼他現在在痛苦 那麼你怎麼可能不幫他離苦 而且這個對你 如果你真的要修道 這個對你修道上 它是好像在天天在進步一樣 它是很大的一個功德 但是我們如果不把它當功德看 我們就覺得是一種負擔 就很大的負擔 我要犧牲我的什麼什麼什麼 我來照顧我的父母 可是我有姐姐啊 我有弟弟啊 我有妹妹啊 為什麼不照顧 為什麼都是我照顧 一面照顧就一面埋怨 那這樣反而不來 那你如果能夠歡喜心的 就當作一門 就是說 你這一照顧一天的 大過於你在那邊拜佛念佛 參加佛期 我告訴你 你很歡喜心的 很感恩心的來照顧一天 就大過於你參加一個佛期 我告訴你 真的 因為你那個心 你那個心調復了 而且你那個菩提心會震上 你未來的福報就很大 但是如果你沒有從這個地方看 你就會覺得我損失了那麼多 他們都不用做 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做 常不早會有這樣 所以你就會一面做一面埋怨 你也不能不做 但是你會一面做一面埋怨 那做到一個沒辦法 他可能就會怎麼樣 他可能就也不要做了 也會這樣 這是我們最常看見的 所以他這裡講 所以就是說你要很歡喜心 那你歡喜心就是你那個道理要懂 你那個道理要懂 就好像說我們比如說 我們在做事 別人都不做 正好你不做都我來做 我能做多少又做多少 你不要做到過頭 我做到過頭你會起煩惱 做到又累得要死 然後又沒有人讚嘆你 然後好像大家都覺得 我這樣做是應該的 然後你又很累 然後又很不改變 我告訴你 未來就會起問題 所以你要做到剛剛好 也不要做到讓自己非常的疲憊 那麼如果因有埋怨 那你就不要做 不要做 那麼一開始勉強 常常 但是勉強只是開始 如果你從頭到尾 那麼做了一個月還在勉強 那你就不要做了 為什麼 那個勉強只是深怨恨恨恨 但是一開始勉強慢慢慢慢 你在之中發現到 我的福報就是要這樣做 因為別人是有福報的 不用做 我是沒有福報的 我要修福報 就好像別人有錢 本來就有很多錢 他不用去賺錢 不用去曬太陽 不用去走路 不用去哪裡 不用費時間去賺錢 他只是拿錢去享受而已 那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是要賺錢的 所以有福報的人想福報 沒有福報的人就要修福報 但是最大的福報就是 有福報的人還修福報 這個是有三種人 一種就是應該講四種 有福報的人還在修福報 像佛陀 佛陀有一次經過僧僚 一個出家人 因為眼睛看不見 然後他就問 有沒有人要修福報幫我穿正 佛陀聽到就說我要修福報 佛陀福報都圓滿了 他為什麼來修福報 真正有福報又有智慧的人 會用他的福報再來修福報 那一般的人就是有福報 就是想福報 不太修福報 那麼還有一種的人 沒福報還要想福報 這一種人很快沒有福報就沒命了 因為人沒命受苦都是因為福報禁 受命禁 就這兩個 然後還有意外的 那就是福報禁跟受命禁 你受命沒有禁 你福報禁 沒有福報的你也要死 所以那你福報多 那麼就可以嚴命 也可以嚴命 所以這種就是說 有一些人有福報 再用他的福報來修更大的福報 你像那個經典裡面講那些大富藏者 虛達多藏者 你不就是這樣嗎 他就是用他的福報來修更多的福報 像那個 像那個有很多佛陀時代有很多大富藏者 都是這樣 不管在家住家 不管南宗美宗都是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用他的福報再來修福報 那一般的人就是用他的福報來享受福報 像天人也是這樣 都天人也是這樣 就享受福報 享受完了就掉下來 那我們享受完了就走了 就這樣 那麼比較差的人就是沒有福報 福報不多還在享福報 沒有福報還不修福報 還在浪費還在造業 然後損福報 你的福報如果已經不多了 你還在損福報 你的福報已經很多了 你還在修福報 你看這兩種就不同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我們的左右人群裡面 也可以看到這種人 那我們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 如果沒有福報就努力修福報 如果有福報 那更加用自己的福報來修福報 以前我為什麼那麼常常修福報 不時就是因為我發現我沒有福報 那為什麼沒有福報呢 第一個沒有福報的人有幾個特徵 一個就是做什麼事都不容易成就 沒有福報 很難 人家有福報的人 你想要做什麼事很容易成就 很多住院 就好像說有錢沒錢一樣 我會蓋房子 我一錢拿出來 房子沒多久就蓋好了 沒有福報的人 七抽八抽還要帶過來 還要怎麼樣 房子蓋完了還要還很久 還不一定還得完 錢就沒有了 又不蓋也不是 蓋也不是 反正 就比較 比較難以 就是 就是我們講 隨心所願 所以真的有福報 像天人 事一得一事實實得此 隨心所願就能夠成就 這個是比較有福報的人 那沒有福報的人 第一個他就是 很多事都不能成就 很難成就 我們叫做難得意思 很多東西很難得到 那得到的東西 也放不久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就沒有了 這個就難得意思嘛 那如果有福報的人 事一得一事實得 要什麼有什麼 不於匱乏 那我發現 我沒有什麼福報 這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做什麼事都很難成就 第二個就是 就算我們要撿到錢 很快就會損失更多錢 撿到一百塊 一個禮拜裡面 一定會損失超過五百塊 百事不爽 驢事不爽 就是它沒有福報 那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就會拉肚子 真的 就是說 這種就是 看 如果從佛法來看 就發現 我怎麼這麼沒福報 那個好吃的 那個好用的 你不能用 你用了就會出事情 那錢 你努力賺錢 你也跟人一樣努力 努力賺錢 激到一個數量 它就怎麼樣 它就會花生一件事 把這些錢花完 真的 也許花生車禍 還怎麼樣 就是這樣 後來想怎麼會這樣 沒有福報 沒有福報怎麼辦 就好像 你的杯子就這麼大嗎 你的杯子就這麼大嗎 你提太多的水來 杯子如果不夠大 就會爆掉 杯子夠大 杯子夠硬 不夠硬就會爆掉 杯子不夠硬的時候 杯子夠硬的時候 它水就是溢出來 它再多 比如說這邊是100cc 再多也是100cc 你提1000cc 提500cc來 其他的都流掉 不會保留 那你如果沒有提水來 連1cc都沒有 但是你提來 再多 多了就是 多了就是什麼 多了就是流掉而已 那所以你看那個沒有福報的人 忽然間中了熱透這麼低特獎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人 中那個特獎一下子很多錢的 下場都不好 為什麼 他不是很有福報的人 但是他不會用這個人再來秀福報 就開始享受啦 吸毒啦 玩樂啦 開始損福報 麻煩啦 損得快啦 一下子就沒有了 以後更痛苦 那這個就是你不會修福報 如果你知道 你用這一些難得的 因為沒有福報的人難得意思 很難才得到 很辛苦才得到 但很容易就沒有了 那你趁這個機會 趕快來修福報 就是把杯子換大一點 量大福大 量有兩種 一種就是你擁有的好處 你願意分享給別人 你得到這麼多 你願意分享給別人 一個就是別人傷害你 你不跟他計較 這個都是量 量越大福就大 量大福大 量就是這個嘛 你有量 這個人有量 不會跟人家計較 即使別人對不起他 即使別人傷害他 他也不跟人家計較 這個人很快就有福報 一個就是他所辛苦得來的 很願意分享給其他的人 即使沒有關係的人 他也很願意幫助這些人 這個人也有量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先下輩子 觀眾 我們先下輩子 我們先下輩子 我們先下輩子